儘管國民黨立委李慶華突然宣布撤回核四公投提案 那麼行政院長江宇華低調不願回應 而經濟部長張家柱表示 不管如何核四公投案這個要如何處理 最後還是要交由人民來決定 而核四的安全檢測會照計畫來進行 不會因為公投撤案有所改變 院長核四公投撤案怎麼辦 幫我們說一下好不好核四公投撤案 不說就是不說 針對立委李慶華突然宣布撤回核四公投案 行政院長江宇華十號出席公總活動時 閉口不談此事 企業界也一頭霧水 沒有啦 那他 我不曉得那策案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這樣問我 我就沒有辦法回應 我想核四政府只要蓋完 他就要去決定他到底能不能通過安全的旗幟 好不好 經濟部長張家柱則表示 目前公投案已送入行政院 無論如何處理 核四議題還是要交由人民來決定 他依然重申調漲店價的重要性 今年台電在7月的時候 他已經從這個過去累積盈餘 高的時候要到800億的累積盈餘 到今年7月的時候 累積虧損是2200億 到今年年底的時候 要2490億到2500億 今年如果台電的店價也不調整 到明年年年底的時候 3300億 核四議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行政院如何因應各界都等著看 郵件TV 陳希文 圖佑任 台北報導 到 到 到 谢谢大家